来到教育电台成立的声音故事馆 两层楼的展场空间集结了广播声音与故事 透过互动式展具及丰富的内容 带领参观者进入广播的声音世界中 那声音故事馆是我们教育电台在台北总台这个空间 因为我们有一个现堂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我们就来做一个设计 那教育电台因为除了广播电台的责任 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教育部底下所属的一个社交管所 所以推广广播教育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职责之一 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之后 我们就去做规划跟设计 然后把声音用具体的展览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小朋友 还有我们的听众 那至于声音故事馆的内容 主要是第一部分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广播三元素 人声音乐跟音效 我们来用一些可以具体操作跟体验的一些展具 来让大小朋友参观者可以来实地来 试试看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声音效果 你的声音表情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情绪 音乐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我们可以动手做做看 早期我们这样子做音效 那现在你可以自己动手体验看看 把音效用具体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 大家来试试看 那中间我们有一个很像模拟录音室的一个展墙 一个区域让大小朋友理解声音的我们的广播三元素之后呢 我们就来体验看看来当一下一日广播DJ的感觉 那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体验 如果是团体一起来我们可以做团体的双人的广播剧 或者是单人的话就做广播新闻主播 来体验看看当广播人的感受 那后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聆听的空间 是一个策展的空间 我们就会不同每次换不同的展览主题 把我们的过去的一些节目 挑选精选的作品来重新包装 搭配了影片跟相片 然后让大家在那个宁静的空间里头 用打开耳朵去感受广播的一些魅力 跟一些知识的提供 那至于在二楼的部分 我们有过去的一些设备的展出 如果是我们教育电台的就有的听众 也可以欢迎来这边看看 看一下我们过去使用的哪些设备 我们用设备来带领大家了解 广播的声音从录音室 怎么样发送传送到我们的广播人 大家听觉使用上的 譬如说收音机 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声音的旅程是怎么样被包装 然后传送 然后接收 像这样子一个过程 用设备的方式来带大家认识一下 声音的旅程 那最后呢 是我们电台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记录 那大家也可以来看看 因为教育电台今年已经62岁了 那过去我们有一些 奖座啊 奖杯啊 像是第一座金钟奖啊 或是在过去那个年代 我们曾经留下的一些记录 也可以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跟了解认识一下电台 一楼的声音学习体验 互动式展剧和影片 让民众了解广播人 如何运用声音音乐音效 让节目变得更生动 还可以化身为广播人 录制属于自己的广播 这个是我们交易电台 在一开始开播的时候 使用的录音的麦克风 像是我们记者采访也会做使用 那它也是我们广播电台的 吉祥物麦寶的设计原型在这边 然后它是美国RCA公司在1954年制造的 RCA 77DS 伴随着我们电台的早期录制节目 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那现在我们就拿来放在这边 当作纪念品 让大家做展示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到了声音表情的这个互动展区 那它很特别是我们人呢 有喜怒哀乐 你透过视觉可以看到我们的声音表情 那我们透过在听觉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 声音的表情要怎么样进行传达呢 那我们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音调啊 语速啊 节奏的快慢 让我们来让大家体验一下 你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表情 我们可以竖起你的耳朵 靠近我们的这个听筒 感受一下 确定吗 对 好 这是听到一个我觉得 有点悲伤的故事 真的吗 你确定吗 对 我们听一下 在这个听一下 这是什么情绪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终于见到你了 很开心很快乐的样子 这就是一个开心的表情 我终于见到你了 用了一个很开心的语调 对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广播三元素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音乐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呢 用了各种的录音带的呈现 它是早期卡式录音带 是一种储存音乐的格式之一 那我们让小朋友呢 比较年纪小的小朋友 没有接触过这个 早期的储存装置的时候 他可以透过放入收音机里面 然后进行收听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呢 在广播录制的元素当中 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音效的部分 我们很常会运用在广播剧里面 那像是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拟音的效果 我们就是会利用简单的道具 你用一个直卷 你用一个弹簧 你用一个弹簧 你用上一个薄膜 你就可以制造 打雷声 雷声的效果 对 那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小朋友 可以来运用自己的双手 进行互动体验 像是音效啊 或是各种 你可以猜猜看 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声音 我们像是家里有做系统柜 或者是合适的门 我们有一个花柜 那花柜的时候 我们关门的声音 两个门片互撞 撞击的声音这样子 对 这样 刚已经了解了 人声音乐跟情绪 还有人声音乐 音效跟情绪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广播元素 那进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运用这三个广播元素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体验一个 录制广播节目 大家好 我是韩吉 声音故事馆结合 人声音乐音效 广播三元素 透过多元的展具 让大家体验声音的魔法 欢迎大家一起走进 声音故事馆的世界 好 那我们这边会简单介绍一下 广播节目的制作步骤 有六项步骤 好 我们同学一一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会先看到 节目的计划 你要怎么样去想 你的节目要进行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们就开始收集采访 进行你的节目的内容的撰写 那收集好素材以后呢 我们来进行编辑 编辑完以后 我们来进行录制配音 那准备好以后 我们要进行整体的评计管 最后我们再让节目进行播出 好 那我们主持人准备好了吗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戴上耳机 然后确认你的麥克风 也有进行开启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 你的广播节目的制作哦 OK 好 我们按开始 好 那刚刚我们熟悉的 刚刚六项步骤以后 您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广播的体验 一楼特展区 则是会呈现不同的策展主题 在当期特展中 以声音的风景为主题 让民众可以静静聆听 台湾的声音 那在这个展间呢 它是一个特色展间 那我们这期的主题呢 是声音风景 我们是由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自然笔记 范清慧这位田野的录音师 来进行了我们节目的策录 那我们这边的截取 他的一些特色节目 我们把它放在这边 那声音风景呢 就是你想像台湾当中 你会用什么样的声音来形容 那范清慧这位主持人 他非常的用心 记录了很多台湾 我们想像不到的声音 那我们呢 可以凝驾静下心来听一下 关于你在我们生活周遭的声音的样子 那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主题 像是宗教啊 民俗 文化自然等等这些主题在我们这个特色展间当中会做呈现 那我们来到这边呢 我们就是可以拿上你的耳机 对有兴趣的特色展间的主题呢 你可以点选荧幕 那他就会看到了这期的声音地图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您想要选择的声音的介绍 那就可以戴上耳机在这边 坐在这边静静的聆听 二楼声音的旅程展示了广播传递过程 还有广播人与听众的故事 以及电台的历史 多面向呈现教育电台 陪伴听众超过一甲子的历程 这边呢是声音的旅程 当我们把广播节目制作完成以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可以发送到听众的耳朵当中呢 那就是透过了成音设备 成音设备完以后我们进行了工程的一个广播的运送过程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早期有在使用的设备 像是呢真空管 或者是音讯产生器等化器等等 这些主机我们透过了它的操控 我们将讯号传送出去 那这边呢可以看到的是 环形贴线还有避雷针跟真空管 导播管等等的设备 那这些一样也是我们透过讯号的传送 可以把这些讯号呢发送到电台上面 电台上面以后我们再进行解条压缩以后 再传送到我们的载具当中 再进行收听 那这个环形贴线呢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呢 还有它避雷针 形状呢都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因为它有些扭曲 都有一些些的跟原本形状 看起来应该环形贴线要再圆整一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它就是在苏迪勒台风的时候受到台风的侵袭 所以呢它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在这个展具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很多很可爱文青风格的影片 就是我们可以戴上您的耳机 在这里我们可以细细的聆听 这边呢我们有述说的三位主角的故事 分别是电台的故事 广播人的故事 还有听众的故事 都可以让大家来理解一下 平常我们电台的历史 还有广播人的工作日常 以及我们跟交易电台互动的听众朋友 带给我们很多的反馈的正向的感动的故事 有了电台的陪伴哦 但我在忙碌的时候也能有好心情 谢谢陈妈妈的来电 的确很多时候听着广播 心里就会出现一种有人陪伴的感觉哦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几位听众的故事 第一通来电之后 是一封花莲受行人朋友的亲笔信 他在信中说 主持人你好 我是一位受行人 之前参加过你们举办的 用广播写家书这个活动 在这里呢 听众的故事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听众对我们很好良善的反馈 像是在这里呢 有一个受行者 他呢在监狱当中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 给了写信回来给我们的反馈 说他真的很感谢电台的资源 可以让他在监狱当中呢 还可以获得很好的学习 那在这边呢 我们还有策展了特色的节目 像是我们呢 去年的金钟奖得奖的主题策展的特色节目 我们就会策展在这边 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节目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教育电台一路走来的周年影片 那教育电台成立至今已经62年了 所以我们一路走过来 我们不断的复古创新 一直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 那在这边呢 我们有看到的是 第一座我们在电台得的金钟奖 奖座 可以看到他跟我们现在的原型 看到的是他比较沉重 很高大这样子 很有以前复古感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大小朋友一起来 这边来学习跟体验 那这个场馆目前的开放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 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那如果是团体的话 十人以上可以预约参访 那我们就有导览的同事 会帮大家进行介绍 跟带领大家去做实际的体验 那一般没有团体参访的话 也可以直接走进来场馆 我们都会有助展的人 会帮忙大家 你可以自己来做体验 那也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随时询问 我们都有同仁可以为大家做解说跟介绍 全新的声音故事馆 有着许多关于声音与广播的宝藏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挖掘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故事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forward to the next slide